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韩国很多有线电视台都在准备推出有关AGBT的综艺节目 而其中韩国首部同心恋实惊秀 在公开预告之后就掀起了网友们的热烈投论 因为自称是孩子母亲的网友在论坛发文 我们的孩子会因为后期心去尝试同心恋 同心恋不是先天性的 而是因后天的后期心而引起的 等等一大堆负面的内容后 号召大家向电台抗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论坛的这个贴文底下的留言 这真的是问题 我6岁的孩子问我 男生跟男生可以结婚吗 我小时候都没有想象过的问题 这真的不像话 哎呦,我看了这个文章之后才知道 原来同心恋是后天因素造成的 我还以为是先天性的呢 同心恋没有因传因素 所以也是很好治疗的精神疾病 我们来看一下看到这个内容的其他论坛的网友们反应 竟然说同心恋没有因传因素 所以是很好治疗的精神疾病 瘋了,现在是21世纪吗 拜托你在海外千万别开口 要不然外国人以为韩国人都是那样想 太丢脸了 按那个逻辑的话 同心恋的人看了一辈子异性恋的节目 怎么还是同心恋呢 如果说同心恋被治疗了的话 那是因为被父母亲戚周围的人太折磨了 所以在假装被治疗而已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一位网友简约整理的 Kepler成员们的出道心酸史 缺油精 2015年以CS系出道的缺油精 由于各种原因组合面临减散危机 而因为公司也间接表示不再支持组合活动 所以缺油精挑战了Gorse Planning 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成为Kepler的成员了 沈小婷 过去曾在体育舞蹈大赛 5年内获得了约50个奖项 而在2020年参加了中国女团选秀节目 创造营2020 但是最终以80名的成绩淘汰 之后富汗挑战了Gorse Planning 以第9名的成绩成功以Kepler出道了 Mashiro 2012年在日本以女团 而怕不彼此成员的身份活动过 之后参加了JYP娱乐公开征选赛第12期 以全体第二名女子组第一名的成绩通过 在JYP度过了两年的联系生生活 但是最终没能够出道 离开了JYP娱乐 搬到别的经纪公司 中途也曾暂时放弃当爱抖 回到日本在便利店做兼职 但是始终都无法放弃梦想的Mashiro 重新回到韩国成为143娱乐的练习生 之后挑战了Gorse Planning 以第8名的成绩成功以Kepler出道了 Kim Chaeyang Kim Chaeyang在2016年进入了SM娱乐 多过了4年的练习生生活 而Kim Chaeyang为了实现成为歌手的梦想 初中高中也选择了学历认证考试 但是Kim Chaeyang最终没有能在SM出道 在搬到别的经纪公司后 最终以第1名的成绩华丽出道了 Kim Chaeyang Kim Chaeyang之前参加过Produce 40A 但是当时排名一直停留在六七十位 最终被淘汰后 进入到Jelifiche娱乐 挑战了Gorse Planning 最终以第4名的成绩成功出道了 Hikaru Hikaru曾经在ABS Artist Academy Fukuoka 度过了练习生生活 2015年在舞蹈主唱小分队 Mati担任过主唱 2016年也以Cross Game活动过 之后在2022年挑战了Gorse Planning 最终以第7名的成绩成功出道了 Tuning Barthier 曾经在YG Piliputle等 韩国著名的经纪公司 有过第一轮合格的经历 也跟姐姐一起在服装购物商城 做过试穿模特 之后挑战了Gorse Planning 以第2名的成绩 成为Kepler的成员了 Soyang Soyang小时候学过芭蕾 也曾获过奖 曾经在Pskate娱乐 做练习生的时候 有参与过Trimnotto的伴舞 之后挑战了Gorse Planning 成功以Kepler的成员出道了 Kang Yeso 2010年出演MBC电视剧 韩哥姆国以同性身份出道 还在电影《七本曼与撕模特》中 饰演过警察厅长的女儿 而Kang Yeso 虽然在2019年 以女团Busters出道过 但是因为各种理由而退出 之后一直维持演员生活的Kang Yeso 在2020年挑战了Gorse Planning 最终以Kepler的Mangnet 成功出道了 Kang Yeso是Mangnet 但是过去真的好华丽可可 陈小婷在中国选秀节目 第一轮就投胎 真不敢相信 孩子们 谢谢你们经历过这么多曲折后 白到我们身边 永远支持你们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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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